歡迎收看歡迎把抓 我是張稻荷 今天三大主題 白色恐怖2.0 邪惡的軸心國 碰轟的老共 三大主題怎麼聊 先來介紹特別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張好 大家好 第二位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妍 張稻荷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柯玉安 張稻荷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寬 張稻荷大家好 好 今天在網路上面發燒一個話題 在一個粉專上面有一個媽媽說 我的小孩去參加活動 沒有想要進來參加 民眾黨小草的活動 最後帶回一張悠遊卡之後才發現 哇 他變成黨員 16歲的高中生是這樣子做 後來我才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都說民主進步黨的黨證最好用 我跟你講 完全沒用 現在最吵的就是這一張 台灣民眾黨的黨證 讓你在年輕人的領域裡面 無所不能 這張黨證難道是一個潮流嗎 這張黨證會對這些年輕的爸爸媽媽 會有什麼影響嗎 宇軒 照 過去大家講 最害怕的就是說政治力進入校園 不管國民黨 不管民進黨 都疏難想像 都用很隱晦的方式 但如今這個家長所揭露出來的資訊 就是讓人家要瞠目結舌 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講了這個對象不是校園 還是未成年的校園 因為大學生其實實有所聞 來 這個家長揭露什麼 他只先貼上了這一張照片 而這照片各位你看到 他有一個字一般黨員 包括這個2024年5月 他想說嚇死人了 那這個到底是給誰 就對象竟然是16歲的高中生 他來揭露 他說我兒子今年大概只有16歲而已 而且這些族群都是用Instagram 還有用Line 其實他們現在用Line都不太喜歡用 喜歡用什麼 用Thread Instagram Thread的私訊 所以Line這個東西 這個家長起來還有點外行了 他說他有民眾黨黨證 這個東西叫做小草事別鎮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 而且他配上一個對話紀錄 叫做一年500塊很貴 他說還有悠遊卡黨證 那我們剛才開錄之前 其實來賓都在討論說 這個悠遊卡黨證 恐怕可能要破萬塊 不是說你這個500塊 就能夠處理掉 要繳1萬 對 但我相信有些高中生 可能或許真的有實力 每個人狀況不同 但對此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徐甫就出來講 他說有 我們有實體黨證 只有兩款有悠遊卡 但沒有該粉專控訴的 小草事別鎮 但仔細看 這個家長雖然說是小草事別鎮 但你仔細看 他所PO上的照片 就是一般黨證 一般黨員 所以顯然對於這一件事情 有沒有這個發生 民眾黨完全沒有否認 但他在文中敘述到 很可怕的一個情節是什麼 很可怕的情節他是說 包括校園裡面已經畏微風潮 因為大家覺得這是一種公民運動 大家覺得說要普遍永遠參與 我加入民眾黨 我才是潮 你沒加入你好囉 對 他不斷的在講潮這個字 而且這所謂的公民運動 他講還有實體行動 一般來講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狀況 一般高中生覺得說 對 我們就是出去活動 然後校外參觀 然後大家共同參與 結果跑到了現場 知道他們到哪裡嗎 到了凱道 到了參加造勢場的 到了參加造勢大會 所以他們講說嚇死人 一般來講怎麼可能讓這種年輕人 讓這種根本未成年的高中生 透過這種慫恿的方式 通過這種鼓動的方式 但現在可怕可怕的在哪裡 這個風潮已經在整個校園興起 所以他們在講了 光是投票3000個高中生 只有8所高中的模擬投票 各位你知道誰最獲青賴嗎 根本毫不意外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20到40歲的年輕制度 大概落在5成左右 但你仔細看 他在校園裡面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根本不會去接觸到這些平台 也根本不能到勝入校園 結果他獲得了59%的票員 雨薛你這樣講我真的怕了 你剛剛講是16歲的高中生 柯文哲他們背後在盤算是什麼 你16歲入黨之後 4年後又是什麼 又是總統大選 剛好柯文哲又說 各位我們4年後我們再拚一次 原來機關算盡了 我4年後我等你長大 這就是投資潛力股的概念 我今年2024年 我的年輕族群不夠多 電量不夠大贏不過你 那我就繼續往下發展 我今天16歲我把它壟斷了 等到他們長大成年 到了20歲進入了大學 屆時這59% 甚至還會持續增加 60 65 70都會是柯文哲的票 大型的養成計畫 當然沒有錯 所以可是他的目標當然說 4年之後完全不打算仰賴 你們這些過去傳統的政治 仰賴你們這些老人 我就是要靠這20到40歲 所以你現在仔細想想看 黃國昌的話有沒有道理 他說我們要拿下85%的年輕選票 就能贏 今年革命沒有成功 他們打算明年再繼續努力 後年再繼續努力 等到4年後 這個革命說不定 4年8年就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成功發芽 而且現在最關鍵的是 柯文哲對於民調這件事情 對於做票這件事情 他說話了 但是他怎麼都不認 因為過去大家講 潮水退了誰沒穿褲子 柯文哲自己親口的原話 他那時候講 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民調公司 每個人都每個人 把照側做記號 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到時候選後 我們一個人來算 曹水退了知道 誰沒穿褲子 結果後來發現 柯文哲到現在還沒穿褲子 在外面到處趴趴走 但沒穿褲子總不好看 總要自圓其說 所以這個故事就像什麼 就像國王的新衣 我沒穿 逼著你講 我有穿 反正大家喊久了 像我們這種指責國王說 哈哈 沒穿衣服的小童 直接把它拉到旁邊去 所以你看他現在講了 選後自我檢討最後關頭 我方無法阻斷氣保衝高投票率 應該爭取更多高齡的認同 都是我與競選團隊 必須要努力的目標 講完了 他有沒有道歉 完全沒道歉 而且他還列舉幾項項目 這樣各位 你可能還不清楚 過去在藍白河談的時候 國民黨說到政黨支持度 柯文哲說什麼 說政黨支持度無用 現在投票結果出來 證明有用 等到他民調第一名 輸給侯友宇的時候 他說民調沒有用 他說假民調 我跟你講 到時候潮水退了 也知道誰沒穿例子 只有我民調是真的 又說別人民調都是假的 結果現在等到投票開出來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左票 他說開票都是假的 他在這一齣臉書的第一段 就直接講了說 我們接受到很多選務人員 裡面有假票 有人把票偷拿走 所以顯然 他根本不認輸 其實就一個概念就好 你想想徐乃玲就好 他就輸不起 他就是比徐乃玲還輸不起的 全台灣輸不起 輸不起的專家就他啦 對 原本第一名叫徐乃玲 你現在乃哥抱歉了 你輸了 因為有人比你還輸不起 就是柯文哲 反正總之柯文哲遇到什麼 他都有辦法轉彎 民調比不過 就是說民調沒用 現在改成做票 但我覺得最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的投票率不如預期 不是我的民調不準 對 我的民調的原始數據更準 結果他又提到什麼 他又提到了式化 式化手機的問題啊 不是 他現在相信式化了 他現在說他的式化很準 他不是最討厭美麗島嗎 他說這個加權的問題 他說這個式化沒問題 我式化超精準 然後從來沒公布過 反正你不用仔細認真聽他講話 他每一階段講的都不一樣 但最後他的總結就是 我沒有民調不準 只是說人沒有出來投票 那我也會講 趙和 這個支持我的人還沒有 不是沒有啦 我沒有輸 我的支持者忘了出來投票而已 我選的上總統 只是會投我的人還沒出聲 大概我也可以這樣講 大概就是這種 這種邏輯的概念 國民黨也可以講 我的支持者沒出來 不然我就贏過賴清德 賴清德也可以講 我支持者沒出來 不然我比817還高 這句話叫什麼 完完全全的廢話 但是他太太現在也跑出來說 開始糾纏侯友宇了 那侯友宇一直打給我老公 選舉後他一直打電話來 但是他那個簡訊公布之後 你還在說念簡訊 當初明明也是柯文哲 把簡訊說點三字頭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沒翻頁 沒辦法 不是還沒翻頁 就是要持續糾纏 他為了什麼 當然是要給自己的支持者一個交代 給自己支持者解釋說 為什麼當初的民調跟現實落差會這麼大 借以來替自己解套 來鞏固自己同溫層的選票 不要流失 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 柯文哲在抖音上面 不得不說他的支持者用抖音是重用戶 從作票收到好多都是抖音來的 所有的小草們16歲15歲的都在瘋傳 這個要支持柯文哲 要下架民進黨這個都來自抖音 現在好民進黨要玩大招 我得不到抖音 我就毀了抖音 我讓柯文哲沒有辦法在柯粉傳奇下去了嗎 照著這兩件事情是完全關聯在一起 我們剛剛最早先聊到了16歲的小孩 大家很好奇百思不得其解 你說小草證沒有 他們怎麼滲透的 當然這六成 我給各位保證 99.9999%都是靠抖音滲透的 都是抖音 對 沒有錯 你如果去打開抖音 打開Thread 因為一般的藍綠兩黨 根本沒有在經營這塊產品 你可以看到的所有的短影音 所有的畫面 要嘛是吳子佳罵髒話 要嘛就是柯文哲好棒棒 只有這兩種廣為流傳 而這個在年輕世代族群裡面 瘋傳的工具 對於成年人 對於藍綠兩黨 根本很陌生 所以現在他們最流行的就是什麼 做票 阿伯沒有輸 是被民進黨做掉 阿伯沒有輸 但我必須坦白講 這些抖音 這些TikTok 真的是仿不勝仿 而且多到如山一樣 你打開通通 每個都是票鬼 有一個阿姨 玄武人員 竭盡抹黑羞辱之人事 但我就講一句科學理性務實的話 今天如果要把賴清哲做掉 你知道要怎麼做嗎 要把賴清哲灌200萬票進去 要讓柯文哲少掉200萬票 才可以確保他的整個 整體的投票比率是維持在七層 那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對 所以來來回回要400萬票 請柯文哲解釋 到底該怎麼樣做票做到400萬 而且要做也是做第二名 誰會去做第三名 完完全全是胡扯 所以對此這些扭曲的資訊 民進黨立委有意見 開始跳出來 邱志偉說 國歌會及數位部應該提出跨部會的對策 以及立專法因應 因為現在抖音已經淪為中資平台 以及有國安統戰的疑慮 當然這是民進黨向來的話術 但我認為 柯文哲應該也不是統戰平台 你們現在真正應該要擔心的 應該要防範的是柯文哲在抖音 如何去洗腦社會大眾 而陳大電機系的教授李中信也講 早就該禁止抖音了 抖音是中國的社群媒體 也是資訊宣戰的工序 再不設將亡國而資深媒體人 犯起匪則講 早在大選投票前這類的影片 就在網路流傳 很明顯是中國的認知作戰 贊成中選會的提告 但幫我最後補充一點 當然抖音這個東西是大陸 來自中國的媒體 但基本上包括美國世界各地 也廣為使用 大家對於這塊都有相關的意義 但很顯而易見的 他們這次針對的是柯文哲 在抖音上的映作 因為畢竟如果中國真的戒選 應該也不會讓賴清德當選 好 來 寬哥我們剛剛提到了 現在選前怪事多 選後怪事更多 陳佩吉這招不是之前就已經用過了嗎 柯文哲現在又喊說 都是我太太的錯 你怎麼看 民眾黨柯文哲 他最怕擔心的就是沒有聲量 那如何創造聲量呢 要無中生有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關鍵了 為什麼呢 2月1號立法院就要做決戰了 這個時候熱度要把他給hold住 所以最近陳佩奇就發文爆料 他就說你知道我老公 最近就拒接國民黨的一個來電 沒想到柯文哲講完之後 兩個人還唱雙簧 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那個陳佩奇他就說 會把私訊當眾唸出來的 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那個打電話的就是所謂的侯友宜 侯友宜也承認 侯友宜說哪有啊 我就是要恭賀他而已 就說謝謝大家都已經選完了一場軍事之爭 對不對 沒有想到這個球後面一轉 轉到整個柯文哲的一個身上 柯文哲這時候一推256 他就說哪有 我沒有拒絕 是我手機都在助理那邊 不在自己的一個身上 然後他還告訴陳佩奇 有說不要寫這些 應該要修改一下文章 然後今天柯文哲又大轉彎了 沒有錯 他們其實就是在維繫所謂這場戲 其實從頭到尾就是爛戲一場 但是各位有沒有媒體 當然有啊 那我們再來看 柯文哲今天在另外一篇的新聞當中 他就去澄清他妻子的一個發文 那麼拒接侯友宜的電話 他也曝光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其實這樣的做法 也不是說不要溝通 而是避免私訊曝光 或者是錄音的一個風險 然後簡單的說就是說 他現在很忙 現在的手機通通都是助理在接 但我要來跟各位談幾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今天我認為 這個節目最重要的幾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 這個叫統神 統神第一 最近大罵柯文哲大罵特罵 罵完之後發現有點罵過頭了 後面又收回來 他就說沒有啦 我們有變成柯黑 然後他就說希望柯文哲 四年後不要出來亂 但我簡單的跟所謂的統神說 給你秀秀啦 呼呼啦 你不要哭 為什麼呢 阿寬我2013年我也是柯粉 我那時候看到柯文哲 那時候對連勝文是小螞蟻 對上所謂的大具象 那時候我為他擔心 幫他出錢幫他處理 可是後面到了後面 我發現跟著柯文哲 你觀察他觀察角的後面 各位都是四個字 你知道哪四個字嗎 轉身離開 就是轉身離開 各位你去看 過去十多年的過程當中 多少柯文哲身邊最重要的人 就是轉身離開 寬克尼是說你之前是柯粉 我十幾年前是柯粉 然後之後就轉身離開了 我先跟各位談 所以在現在 特別是現在有柯文哲的一個時代 我先跟各位談 最近好多的媒體人 在未來的四年 他們都已經幫自己下了毒事了 他們說 他們要幫沒有治國理念的柯文哲 媽寶的柯文哲 不守信用的柯文哲 愛哭的柯文哲 甚至於完全不懂治理國家的柯文哲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管為的推論 所以剛才有說 有一些小草 想到小草這件事情 1月12號當天 因為我在友台錄影 當天我經過台北車站跟高鐵站 整個高鐵整個車站 全部被小草佔據 但是各位 我們說人不痴狂往少年 這些少年們 現在拿著所謂的民眾黨的一個黨證 我說需要關心 但是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呢 柯文哲的本質 大家最後會發現的 所以柯文哲 我們說現場再多很多有很 等一下再來說 但柯文哲你長期去觀察他的話 簡單的話 他就是不會治國的 來 靖遠你怎麼看 現在關於農藝女孩這件事情 貼文其實坦白講 在很多的爸爸媽媽的群組裡面 也整個都炸鍋了 儘管民眾黨已經講了 什麼500塊沒這種事情 悠悠卡至少是1萬塊 好 這些說明出來之後 能夠幫民眾黨洗白嗎 還是其實爸爸媽媽對於說 我小孩子怎麼會參加政黨的 而且才16歲而已 他們不明會擔心啊 先講了依照目前政黨法規定的話 確實是16歲就可以加入政黨 過去以前還沒有政黨法的時候 國民黨是15歲就可以入黨 所以因為政黨法通過之後 我們也修正 然後變成16歲要入黨 所以假設 這個小朋友他是確定 已經有加入民眾黨 確定啊 20241月啊 那他已經滿16歲的話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但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為什麼家長會這樣PO 感覺可能有點擔心 有點焦慮嘛 就是說你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小草識別子 那到底是不是黨政 我覺得民眾黨要講清楚 現在的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說民眾黨啊 我看了一下他們的群組 他們裡面有在檢討 就是說他們還算了一下票 說大概過了4年以後 下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這個 有新投票權的 等於是這個手頭族 大概還會再增加80萬 他們等於是現在有這個80萬計畫 就是現在就想要去經營啊 往下去經營這些 小草小草 各位小草 然後而且很多年輕人 確實看到這樣的 好像會很被吸引 好像很酷嘛 所以他才會把它在PO上去啊 就是說 你看我加入民眾黨 現在很酷很棒 甚至是 還有人在講說 接下來他們要申請大學 有些人可能在那個 這個自己的備審資料裡面寫說 我曾經參加過民主小草計畫 看起來人家搞不清楚 還會以為很厲害 這個還可以 或許是這個面試的時候 所以還會問你說 高中生的學習歷程裡面 還要加這一點 就是說有學生自己在說 他未來要把他加入到 然後他備審資料裡面 他去大學面試的時候 他可能會說 我還有這個參加過民主小草計畫 你不知道你還以為 是什麼教育部辦的計畫 結果沒有 是民眾黨的這些 往下青年紮跟黨員的這些計畫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好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民眾黨需要生存發展 你希望說四年後 你可以拓展選票 只是說你有沒有第一 現在大家在質疑說 你會不會有相關滲透校園 介入校園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但如果第二 是他自己學生的自由 他要去 這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看起來 依照過民眾黨的經驗 他是很有可能 這個學生他進去校園裡面之後 然後他有黨政 他可能就開始一個拉一個 東拉西拉 然後講真的 高中生嘛 我們要訂20歲才有投票權的原因 就是因為低於20歲 或者是低於18歲的話 他確實可能在這方面的判斷上面 還沒有那麼的足夠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過去柯文哲 他確實經營民眾黨 看起來比較像是用這種 比較特殊的宗教信仰的方式 在經營 會不會反而讓年輕人就傻傻 然後就覺得說 好那我就是一定要挺他 挺到底這樣子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 台灣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 來 小牛你怎麼看 剛剛有提到說 有些高中生說 我參加民眾黨這個活動 我要學進我的學習歷程裡面 如果他覺得有意義 我覺得OK 但現在變成是 家長跟年輕人之間想的不一樣 我剛剛提到 這些16歲的小小他們覺得 我拿到這張黨證 我很吵 我很炫 我很酷 但對一些家長而言 他們希望小孩子可以好好念書 不要這麼快參與政治活動等等 好 今天的確 我們剛剛講一個大型的養成計畫 四年後可能有80萬的新興的年輕人 會投給柯文哲 但同時會不會也撕裂掉 這些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不爽你柯文哲 你從四年前就洗腦我的孩子 你是怎樣 最後票還是沒有去拓展出來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要說 所謂的孫子兵法 也就是說他到現在為止 還是不斷地在寄托 所謂的年輕族群 去對長輩說服 去告訴他們長輩說 柯文哲才是你最好的選擇 但是實際上這一招在這次選舉當中 其實已經反映到了 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所謂的五五計畫 跟所謂的孫子兵法 換句話說就是我雙手一攤 沒轍 我對於這些年長者的選票 其實平良心講 你說孫子兵法跟什麼五五的戰法 完全都沒有用了 沒轍啊 就是告訴你說 我沒有能力去說服長輩 所以拜託你們這些小草們 去幫我說服你的阿公阿嬤 去幫我說服你的爸爸媽媽 但是平良心講 這樣子的轉換率非常之低啊 為什麼 其實從投票的結構成就看得出來 這一次的選舉 60歲以上的選票 有效票數超過600萬票 還是今年台灣所謂的 整個選舉當中的一個主流的市場 所以代表說柯文哲 從過去到台北市長到現在 出來當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競選總統 到目前為止 還是找不到一塊 如何去突破這一塊族群的方式 所以他們只能寄託 這些年輕的小草嘛 現在我覺得反倒是大家應該要去思考的是 為什麼年輕人一窩蜂去加入台灣民眾黨 我覺得這也是其他政黨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年輕人現在看起來 以台灣民眾黨作為他們心目中當中的 就是政治的第一品牌 主要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反體制嘛 反當權者這種長期被打壓的這種叛逆的形象 對於年輕人來講他會有一定程度的青睞嘛 那所以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會自稱自己叫小草 就是他在他把自己這種 就是他看到柯文哲覺得是自己的投射嘛 因為這些年輕人長時間下來被低薪啊 高房價啊 高物價這些被壓得喘不過氣嘛 所以他看到柯文哲這樣被打壓的形象 他會有一種情感上的投射跟連結嘛 所以只要柯文哲一直以來 他沒有爬上所謂的執政的位置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還是會對他有一些很高的期望嘛 所以為什麼會 他們會講說剛剛講到 這個80萬要開始去顧這些手頭族 可是我憑良心講 如果柯文哲真的要取得政權 對 你一直顧手頭族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高齡化 小子化 所謂的高齡者的選票會越來越多 重點還是中間選票 手頭族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自己認為 不能讓這個年齡層 就是你不能一直在塑造一個所謂的世代戰爭 你應該要思考是在未來這四年 你要如何把選票擴增到 所謂50歲到60歲這個族群 讓這些族群能夠認同你 而不是在空泛的去寄望一個叫做孫子兵法 叫去情緒勒索你家的小朋友 去告訴你的長輩 要投柯文哲 否則就要把你家有線電視給拔掉 不准再看電視節目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非常治本的做法 好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說 好 未來的政策到底要怎麼走 如何顧好手頭族的票 如何跟這些50歲以上的人來對話 非常重要 不過現在關於科學理性物質的阿伯 現在還沒有講清楚 是什麼 民調還沒講清楚 你沒有承認自己錯 你覺得那民調沒有做錯 我們相關數據都能給你看 是這樣嗎 臨左嘴直接轟了 你根本就是天天說謊 你怎麼會接你 內三民調的原因是幫自己講話 你是不是天天說謊呢 而柯文哲繼續打了第二發 你可以看到他剛剛的貼文裡面 直接指指 美麗島民調營造氣寶嗎 對不對 那你看做完之後 我有這麼低嗎 沒有這麼低嗎 我不承認自己錯 繼續打美麗島 來靖遠你怎麼看 這個柯文哲講得太好了 海水退了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他先來講他這個 他質疑的這個美麗島 我們就來看美麗島 美麗島的民調是這樣 這個是這個選前兩天的時候 因為倒數十天不能公布民調嘛 所以說這個大家就沒拿出來看 好我們來看最後 開票的數字 這個556萬票直接對照 紅框的是這個開票 最後開票數字 那這個咧 就是美麗島在選前兩天的時候 他最後做到 而且美麗島大家知道他是這個 這個 純式化 純式化 對然後滾動式在做 OK 你直接去換算 他是不是相近 是不是一樣 你看這個 那個時候直接推估 OK 536萬到569萬 結果最後賴清德拿了558萬 紅照配咧 455到496 結果最後拿了467 柯文哲 這個338到372 結果最後拿了369 不是 靖遠你會不會有種感覺 就是柯文哲當時是因為 美麗島真的把他做得非常低 他覺得不太爽 他為了挽回這些支持者的支持 他跟大家講說 我做得最準 其他民調都做不準 沒錯 說不是你現在開獎之後 你拿內三民調出來 被大家打臉之後 你沒有謊可以再圓下去啦 沒關係 我來幫他想 他有什麼辦法可以 這個是這個粉專 這個逆風的烏鴉上面整理的表格 他把各大的這個 民調都把它放上去 比較特別是來放了什麼 這個木炭街坊 大家在這個講說 你沒有把它放進去 還有民眾黨的內餐在這邊 那紅框這個是什麼 大家看清楚這兩個字 可能有點糊掉 叫做拔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準確度 總之呢 因為排名越上面是越準確 這個是實際得票率 你看我們最準的大概就是聯合報 他的得票誤差只有0.52 然後排名是沒有差的 然後再來是TPBS 3.61 然後一路下去 風燦也還算不錯 三立跟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些過去大家比較被質疑的 這一次看起來得票誤差也是比較近的 連亞太精英都不錯 好 那我們再一路往下看 開始排名不一樣的有誰 從靖新文開始排名就不一樣了 因為靖新文會自己這些開始做 都是這個侯友已知第三名 這個柯文哲是在第二名 可是咧 我們去看民眾黨的內餐跟這個拔筊 我們來看拔筊的機率 等一下他之後比拔筊還搶一名是不是 對對對 還搶一名 為什麼這樣子 這太嘲諷了吧 因為拔筊的話你知道啊 山主人的支持率 骰中他們的支持率有多少 可能是33.3%嘛對不對 結果咧 這個所以他的誤差是什麼 12.67 然後排名誤差 這樣子 結果咧 一模一樣嘛 大家直接去換算 所以總之啦 講結論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這個逆風的烏鴉粉專去看 講結論就是說 民眾黨的內餐 誤差值跟排名的誤差率跟拔筊一樣 那請問一下你柯文哲到底是有穿褲子還沒穿褲子套用你一句話 你還敢再去質疑說美利島的民調不準 還在講說什麼過去純世話等等這些 所以嘛你再仔細去看 他說他們都有公佈這些什麼樣本數等等的 我不想再贅述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 他樣本數原始沒有問題 而是在加權出了問題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你口中所謂的科學 還是科學呢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寬哥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關鍵 你剛剛說統神不太爽這件事情 好統神不太爽這件事情 他後來說只是做效果 做效果做的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抖音嘛 抖音我們剛剛從開票啦 從這個科粉的傳遞啦 年輕人的接觸啦 我們剛剛談到說 對於民進黨來說 我得不到你 我就要毀了你 現在把抖音全部 如果未來真的禁掉之後 是完全是禁抖音 還是斷了柯文哲的路呢 先跟各位談 抖音進得掉嗎 抖音進不掉 為什麼呢 台灣現在 小朋友 我們不要說小朋友 我們就說以所謂的30歲以下的年輕階級 每天看抖音的各位這個是小事 我跟各位說 台灣的女生小女孩30歲以下 每天至少200萬人 在小紅書上面 看她能不能穿什麼衣服要化什麼裝 所以你說去禁抖音 去禁小紅書 各位這可以解決問題嗎 這根本解決不了 全世界都解決不了 但柯文哲我們不得不說一件事情 他在網路的經營真的比較厲害 對 那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台灣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他們常常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這個漏洞叫什麼呢 他們的網路經營只有在選舉時間 他們才在經營 選舉過了 選舉過了就沒人要做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第一個很累 多累呢 我先跟各位談幾件事情 這次很多新的候選人 包括柯文哲 包括很多年輕的 因為我們現場有網路的專家 他們到最後的後三天 24小時直播 沒錯吧 從頭養大尾 那為什麼從頭養大尾呢 他要讓這些所謂的粉絲們 要強烈的附著 附著在他們的一個身上 那我們現在去談幾件事情 柯文哲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經營所謂的網路 在經營所謂的青少年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他今天在這個地方拿到票之後 他有辦法用他的行動去感動這些 在上班的人 在家裡面看電視的老人家嗎 各位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柯文哲嘴巴講的 跟他所做的完全不一樣 他過去八年的市政的過程當中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他們家自己在新竹 他家住的那個裡 人家投不投票給他 台北市讓他整個蹂躏了八年 台北市所有的人民 這次選給所謂的柯文哲的票 開出來多少 各位慘不忍睹啊 最後一名啊 所以簡單的說 過去柯文哲每一次市政經驗 他就說 你們那個雜誌 我們國內非常出名的雜誌 他每次的整個市政的經驗 在全國的統計都是最後一名 他每次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最後一名 但是他嘴巴永遠說他最棒他最厲害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整個選舉選完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終於選完了 那未來呢 34個月不會有選舉 但憂的是現在在整個立法院當中 有八個民眾黨的這些立委們 這些立委們如果未來學的都是柯文哲的招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情 黃珊珊在整個民調上面 從台北市長一直到這次總統選舉 也說了兩次的謊 他們有自己檢討過嗎 如果未來每件事都要這麼做的話 我要跟各位談 未來的立法院會寸步難行啊 來 靖妍你怎麼看 現在要進抖音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政府只是一個放風向出來 跟大家講說 抖音要進 因為是中國的 抖音要進 因為中國會戒血 但真正進的原因恐怕是要斷柯文哲的臂膀 好 之前數位中介法提出來之後 大家罵聲一騙啊 抖音不就是變成2.0嗎 真的能進嗎 如果真的這樣的行為 我們跟這個中共政府有什麼差別 YouTube也不能用 Google Map也不能用 全部都不能上 那有什麼差別 你說抖音它即便是這個中國大陸的好 台灣不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大家本來這個吸收資訊就是多元的嘛 而且一樣的道理嘛 你中共進了這些東西 他們不能上 他們還不是一樣翻牆 你抖音進了 假設大家如果想看 想看還不是看得到 難道你這個美國版的TikTok不進 然後這個中國版的抖音 你就把它禁掉 這標準不對嘛 而且很簡單嘛 民進黨為什麼要進這些 他就直接可以扣一個 假訊息 假帽子 認知作戰 的這樣子大帽子下來 然後你就不敢去反對 但問題就是說 確實啊 抖音現在就是年輕人 尤其是在高中生 這個族群非常愛用的東西 你民進黨不去思考說 第一好 如果他真的有牽扯到假訊息的部分 你就跟其他的平台一樣啊 一樣去追嘛 一樣去查嘛 第二個是 你們自己不去經營這一塊 然後現在在那邊講說 很糟糕 這一次敗選 三黨都要檢討 連民進黨裡面自己都有聲音在說 包含說這些內閣的閣員等等這些 包含在網路平台直播 然後跟這個年輕世代對話 這一塊非常的弱 你們不趕快去做 結果現在跑來檢討說 那我們要趕快把它禁掉 不是這個樣子嘛 你對誰不滿意你就把它砍掉 然後哪一個聲音不符 你就把它消滅掉 這樣子是不對的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好 今年真的是全球局勢最亂的一次 對於拜登來說 今年要選舉啊 他必須要連任 但你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國內經濟完全不好 國外 俄乎戰爭結束嗎 沒有 中東之戰還沒有結束 而現在想不到的是寬哥 包括伊朗 北韓 中國這些被稱作 邪惡軸心國這些國家 全部串成一團 串成一線之後 他要讓你美國難堪 多點作戰之下 讓你疲於奔命啊 美國大選年 沒有想到今年中東不平安 南北韓不平安 現在俄乌戰爭也還沒結束 一個一個來說 這兩天其實在以色列的部分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已經說了 他說什麼 他說現在加薩走廊的戰事 慢慢以進尾聲 所以他們目前要把整個軍事的狀況 慢慢往下消停 那往下做整個所謂的降低的過程當中 沒有想到就在這兩天 1月15號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幹了一件大事 做了什麼事呢 他們發射了6枚的所謂的戰術飛彈 這個戰術飛彈之後直接射出來之後 大家一看嚇一跳 往哪邊飛去呢 往伊拉克飛去 伊拉克飛去有先跟各位談 伊拉克那個地方現在有美軍的基地 有所謂的以色列的情報的一個總部 還有當地一些伊拉克本身自己的軍隊 整個飛彈下來大家嚇呆了 還要炸誰啊 後面確定整個飛彈之後 他摧毀的叫做摩薩德 位於伊拉克庫德斯坦的一個總部 這一炸下去6枚飛彈不得了 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飛彈過來 航空警報大響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逃對不對 很多人沒逃掉 所以造成了46傷 這件事情他出來之後 本來以色列想要從加薩 慢慢的有尊嚴的退出去了 現在退不退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現在再說 這個總部是以色列 對伊朗展開所謂的間諜活動 跟策劃恐怖行動的中心 那現在我問各位 以色列一向是有仇報仇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小國 它如果沒有辦法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人家勢必就一直咬上去 所以我問你 現在退得了嗎 完全不行 一時半刻退不了啦 好一時半刻退不了 伊朗現在已經加進來了對不對 沒有想到這兩天的夜門 夜門一直很不平安 發生什麼事呢 過去夜門的青年運動 這個叫胡賽組織 他們只有機關槍 其實你說做太大的事情 做不了太大的亂 那現在有了快艇 有了飛彈 有了無人機之後 現在糟了 為什麼呢 從蘇伊士運河過了整個紅海之後 後面所有的商船要右轉的那個剎那 糟糕了 通通要經過所謂的夜門的沿海 不讓你過啦 他不讓你過不打緊還開飛彈 還開飛彈 我們說這兩天飛彈直接擊中 準備前往以色列的佐格拉菲亞號 那現在怎麼辦 各位一個戰場又一個戰場一直開下去 那目前他們當地很多的船員 都拒絕海軍的一個呼籲 而且不理會海軍一再強烈的一個警示 所以現在美國已經直接說囉 過去各位還記得嗎 夜門那時候一開始亂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呢 十國聯軍不用怕 結果現在十國聯軍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他只剩英美兩國真的有在打 現在最糟糕的是少侯我跟你說 過去一個禮拜當中 你知道幾台商船被攻擊嗎 37台 37台 那這37台的商船都被攻擊 這個該要怎麼辦呢 好 現在整個中東 整個所謂的阿拉伯半島 亂七八糟的這時候 這個時候北韓說 你們都在亂對不對 這個時間點我也要來亂 所以目前就是亂上加亂 發生什麼事呢 這兩天北韓跟南韓直接叫囂 那現在過去的北韓他說什麼呢 他說其實我們發射飛彈 我們的目標是邪惡的美國 南北韓是兄弟 韓國人不打韓國人 但想不到最近北韓反口供了 你知道北韓最近說什麼嗎 北韓最近直接對南韓說 我的首要目標就是南韓 你們一個都沒想跑 你剛剛跟我講說 我們南北韓是兄弟 現在金小胖說轉就轉 沒有錯他現在直接說 北韓現在直接說 北韓現在口氣可大了 北韓最近說什麼呢 我們要統一南韓 那南韓以錫月各位你去想 以錫月現在國內的內政他也不太好 這件事情在整個外交上面 在整個所謂的國防上能退嗎 不能退 所以以錫月站出來的時候登高一呼 他就說我們南韓一定要團結 你只要敢攻擊我們 我們絕對飽和式的反擊回去 所以現在南北韓一時半刻也很不平安 不是宽哥 我還記得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北韓第一次發射飛彈 所以他想說怎麼會突然發射 是不是你國內政治出了什麼問題 12月完到今年1月陸陸續續 你的砲彈越打越遠越來越強 還是是掉在日本國的前面 大家快嚇爆了 沒有錯 而且現在這是北韓最不合邏輯的地方 現在跟各位談幾件事情 北韓在全世界的經濟上 是屬於全世界倒數的 那先跟各位談 只要發射兩枚飛彈的錢 可以讓全北韓2000多萬人 全部糧食米飯可以吃到飽 但是他飛彈就是一顆一顆的開 我們再來看 北韓在1月14號他就試射了 新型固體燃料中層的極因素的一個飛彈 最大的一個射程 可以射到美軍的關島的一個基地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簡單的說2500公里到3000公里 那這當中有幾個貓膩 什麼叫貓膩呢 我們說固態 什麼叫固態呢 飛彈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液態 那液態很不穩定 所以我要飛彈先到對不對 少和再注燃料 比較慢嘛 那固態呢固態就是我要封幾節 我下面這一節如果說直接在天空飛 我就直接飛了對不對 我只有最後一節我才要加所謂的助燃劑 所以他本身的射數是不一樣的 北韓他打完飛彈之後呢 現在呢金正恩可兇了 為什麼呢 金正恩最近就要修憲 他要把南韓定義為頭號的敵人跟永遠的一個主體 所以金正恩現在有了所謂的歷史的定義囉 他現在說我要來統一所謂的一個南北韓 所以美國今年要選舉 沒有想到 中國 伊朗 北韓 俄羅斯 他現在要一國打這麼多國 但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邪惡軸心現在通通團結起來 而且紛紛在各地作亂當中 好來 金正恩我們剛剛看到 北韓的這個部分 北韓真的沒在開玩笑 他當時12月的時候 他先設一一罰 大陸在岩平島那邊 想說是跟南韓來嗆家嗎 12月射完 1月再射 越射越遠的情況之下 金巧胖他想要玩什麼 沒錯 我們先來看第一口 他現在不斷射飛彈跟喝開水一樣 這個好像當作運動一樣 反正心情不好就給他射一下 心情好也給他射一下 想要恐嚇你也給你射一下 總之他們現在發明了新型的彈道飛彈 14號就發射了 那連日本都在擔心 日本的官方長官林芳正 他15日是警告說 如果真的就像北韓他的官媒所講的 他們這個是極音速飛彈 這個是他們講的 那未來攔截將會變得更加困難 因為大家知道 每一次北韓要射飛彈 他都直接往日本海的方向 不然就是往南韓的這個方向去射 未來假設真的要進入他們境內 或者是要從他們頭上飛過去 依照他們自我防衛的標準 應該是要把它擠下來 但如果依照北韓目前宣稱的是 極音速飛彈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危險 非常恐怖 所以東北亞的情勢會不會升高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是覺得太奇妙了 北韓在去年的時候 我剛剛講是12月 去年都沒有什麼事情 就這麼剛好 伊朗跟中國陸陸續續出了招之後 北韓現在開始來射 他根本就是跟他們一起合作來抗美嗎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會不會就是所謂的邪惡軸心 現在看起來 伊朗加北韓加中國整個竄起來 而且要是北韓的局勢 不穩的話可能會怎麼樣 俄羅斯會不會又趁機潔入 大家不要忘記 烏赫戰爭還在打上中 還沒打完啊 對 假設真的 這個一發不可收拾的話 南韓跟北韓軍事衝突起來 這已經不僅是美中之間的問題而已 也跟俄羅斯扯在一起 所以包含說這個嘛 他們那天試射火星18號嘛 結果分析家都直接講了 說他們的技術正在不斷的改進當中 金正恩他不僅他直接去視察 他說這個是固體燃料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的演習 他親自的去視察 而且看起來效果是還不錯的 所以現在整個東北亞的局勢 已經不是只有僅僅僅限於東北亞 包含整個這個美中之間 以及這個中俄之間 美俄之間都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從這個伊朗開始 然後北韓到中國 整個這個邪惡軸心 跟民主陣營的對抗 看起來現在才正要開始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好 我們剛剛提到邪惡軸心果 最大咖是誰 是中國啊 寬哥 中國不得不說他真的是有厲害了 緬甸發生內亂關他什麼事情 他竟然可以不耗一兵一卒 輕易的又拿下了紅利 最壞的就是他啦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中國 緬甸跟泰國那塊金三角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簡單的說 清朝的時候 那個是中國的一個領土 那現在那個地方 是緬甸的領土對不對 你知道嗎 用人民幣 用中國的電信公司的訊號 那個地方簡單的說 就是所謂的三不管地帶 那這個三不管地帶 過去很多人對這個地方很擔心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過去最出名的 叫毒品金三角 那其實過去幾年的一個時間 當中國有錢之後 包括了溫州商人 包括了福建商人 他們就陸陸續續過去經營 開始做要做什麼呢 他們要做香港跟澳門模式 所以當地你去看 哇招牌好亮喔 那個飯店呢一家比一家還新 你知道他們要幹嘛嗎 做觀光 結果做觀光後面呢 做觀光做得還不是太順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新興的一個行業 這個行業讓中國讓台灣損失慘重 你知道是什麼嗎 詐騙 答對了 所以後面那個地方就變成 所謂的詐騙園區 詐騙園區完之後後面越來越誇張 一發不可收拾 結果後來這件事情後面怎麼失控的呢 過去本來包括中國政府 包括緬甸政府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結果後來中國派了四個的所謂的公安過去 要帶著82個人逃亡的時候出大事了 公安據傳被活埋 82個人直接槍斃 中國整個民情非常的激憤 加上中國最近這幾年經濟不好 所以中國出手了 所以剛才說中國有沒有出手呢 我問各位 過去其實那些所謂的果敢軍 他們打得贏所謂的緬甸軍嗎 正常來說是五五坡嘛 怎麼會再突然間從去年開始 宛如是吃了所謂的大力丸一樣 包括了四大家族 包括了緬甸軍方 被打到兵敗如山倒 這當中一定有一個關鍵的要素嘛 那這個關鍵的要素我們先來看 現在緬甸的軍方真的是受不了了 發生什麼事呢 緬甸的軍方遭受重擊 所以果敢的六將領 率領著2100人的一個部隊 直接就投降了 那現在連閩昂萊都坐不住了 那為什麼閩昂萊都坐不住了呢 閩昂萊就是目前緬甸它最大的軍事力 那我們先跟各位說 對於整個所謂的中南半島的軍事力 跟我們台灣的軍事力不一樣 我們台灣例如說我們一個將軍 大概管一萬人對不對 當地的一個將軍大概管兩百個而已 這麼小 所以他們就是很多人 號稱什麼總司令大將軍的 其實下面那個就是所謂的游擊部隊 那那個游擊部隊其實有時候呢 很多都是所謂的游兵散湧啦 他們的其實戰力不強 所以閩昂萊最近緊急要去見到 所謂的一個中國的一個外長 那目前呢根據整個媒體的一個說法是說 現在呢他們要讓中國的一個獲權的一個代價慘痛 所以呢 不是 你意思是說 現在這些緬甸軍方遭到重疾之後 趕快去找大哥 找中國 找中國完之後發現完蛋了 你反而吃我吃的更多 你把我的軍港全部都直接走了 中國的做法很簡單 中國的做法就是我借你錢 你不借我你就要把你的軍港 或是把你最重要的礦權給交出來 那現在緬甸呢 它現在有點間接在求和嘛 那間接求和就是說 你們不要讓對方 攻擊他太多的一個戰備用品 然後呢我們這個地方稍微可以保有面子 沒有想到現在中國呢 一出來哇不得了了 他們就說那你把繳漂港99年的租借權再拿出來 哇現在緬甸這個地方該要怎麼做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談喔 在整個所謂的往南走印度半島 旁邊有兩個重大的一個所謂的地方 一個在阿富汗一個就在緬甸 這兩個地方只要讓中國建立軍港之後 中國的海軍就可以出門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但現在呢我們現在說李強 李強這兩天他說 中國的經濟是非常穩健的 中國全年的經濟呢在5.2 對外的改革開放他目前是堅定不移的 但重點是真是假呢這不知道 甚至於連胡錫進都說喔 台灣的地方選舉誰贏了 不是重要的事情啊 台灣過去在200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GDP還是現在 還是台灣的三倍 現在已經是20幾倍了 所以我們要用最有利的方式 來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選擇 這個是胡錫進的一個說法 但現在呢中國的經濟說句實在話真的不好 你意思說李強講的這些話 想要讓外資進來沒有人聽他講 連胡錫進這麼官媒的人都已經講白了 你不要處理政治問題 民生問題先處理好 中國的問題絕對不能夠去看官方的一個說法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去看地方 例如說我們很多的一個台商 他們一步一腳印去做回來的這些資訊才是重要 我們先來看喔 最近文匯報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資博烤肉 去年五一的時候 連假資博烤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紅 好多人特別坐高鐵去坐 可是呢吃完了做完了各位 那是一次性的體驗 後面呢 先跟各位談喔 做生意要長長久久 細水長流 你只有一次性的一個體驗是絕對不行的 所以2023年的資博 目前來看這些燒烤店 現在生意做不起來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麻煩喔 所以現在呢即使是用餐時間 店內的上座率也都一半還不到喔 這是第一個 非常要觀察的一個指標 第二個 在過去中國景氣好的時候 中國的有錢人啊 結婚去夏威夷 對 然後呢稍微經濟可以一點的呢 北方的就到海南島去拍婚紗 南方的呢有錢一點的就到東北 到美國去拍婚紗 這個也都有喔 結果最近呢 景氣真的不行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出現了所謂的三無婚禮 沒有車隊 不用接親 也不要有伴郎伴娘 那為什麼呢 不給紅包嘛 沒有伴郎伴娘就不給紅包嘛 那這樣乾脆就直接去登記就好了 其實也行 其實也行 所以呢現在呢 辦一場婚禮 在2021年的時候呢 要花台幣76萬對不對 對 現在能省九省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叫房地產 房地產 中國的房地產很慘很慘 第二個 房地產的資金誰給他的呢 第一個是所謂的 這些融資公司的資金給的 第二個叫做地方債資金給的 所以兩邊同時呈現斷念的一個狀況 碧桂園去年交付的60萬套的一個房屋 是這今年一口氣減少了20% 所以就千年中國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都說 中國今年會好 但看到中國的股市 上海的股市 香港的一個股市 最近頻頻破底 中國的經濟一時半刻可能好不了 好 宇璇我們剛剛看到 緬甸軍方有這麼糟嗎 三兄弟聯盟 叛軍現在已經把緬甸的軍政府 打得屁滾尿流了 尤其是黃賭毒詐 這個所謂老街這個地方 完全都被他們所掌控了 我就想問 這樣子中國 我們剛剛講他斡旋了 他只是失去他的公安 但拿到了所謂99年的租就錢 原本是50年到99年 他才是最大贏家 照我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個洛開軍也好 就是在開邦這個區域的叛軍 緬北地帶 他們有這麼大的實力 過去都不行 突然可以翻天覆地的 把軍政府打得落花流水嗎 當然沒辦法 這是後面 所以這是中國在背後 扶持的一個勢力 兩面守法不會吧 你先仔細看看 他所佔領的區域 是不是緊鄰帶 都跟中國的國土是臨界在一起 所以他的邊際線非常非常長 這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可能不知所以然 說四大家族末日 這在講什麼 中國當初怎麼樣去扶植這些叛軍 給他的名目是什麼 掃除詐騙 他說因為我中國的人 都被你們這些免對的機防 你這四大家族 長期實行 你剛才講到 黃土獨炸 最重要的是他以詐騙這個名目 來去處理 來去掃蕩 所以他一開始的邏輯跟脈絡是這樣 我先給你資源 我先扶植你這些叛軍 但當時我們這些叛軍的 明目講得很好聽 就是說我們要掃除詐騙集團 所以你看 詐騙集團手腦白鎖成 還猖狂逃命 中國成功 但結果開始風雲變色了 我把你詐騙集團掃除是掃除了 結果開始把槍口轉向軍政府了 這才中國的目的 那你說中國到底為什麼要刻意 製造緬甸內部的動亂 它其實有兩個理由 對 第一個管線問題 因為中國它跟免隊員之間 它有連通的這種地下油管 所以它需要透過油管 來去運輸它所需要的資源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美國現在對中國 包括在馬六甲海峽一帶 正在進行全方面的封鎖 所以這個封鎖的狀況之下 中國有沒有反制 有 中國有一個反制 就叫做什麼 珍珠鏈計畫 而珍珠鏈計畫裡面 包括你說免隊員很好 包括在越南這一帶也好 特別是馬六甲海峽 最為關鍵的是什麼 就是腳嫖港 你看到腳嫖港 它為什麼要特別去 跟這個緬甸軍政府租界 它原本說50年後來 租到99年了 你懂了嘛 所以詐騙是假的 反叛也是假的 它沒有要讓這些反叛軍 真的把緬甸軍政府顛覆掉 它最主要的目的 它已經達到了 它為什麼要租界99年 99年各位 你過去參考香港 澳門 這些相關的經驗 99年基本上就是說 永久條約的意思 無限級條約的意思 所以它把這個地方租界下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重點 現在這個腳嫖港是什麼港 商港 但它配合包括它周邊的斯里蘭卡 以及我剛才提到的珍珠鏈計畫 未來有沒有可能改為軍港 所以它是在打開它在整個 馬六甲海峽這一帶 對於美方制衡的一個破口 可是打開破口之後 它的對象瞄準到的是誰 當然是印度 因為印度大家現在知道 所以印度現在也揣在彈 距離它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 就是遙遙相望 1000公里你說長不長 不是長 洲際導彈都打得到 正在做什麼 核潛艦計畫 所以當它在引進這個核潛艦計畫 印度嚇死了 好不容易把你中國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南太平洋 甚至這一帶全部都封殺狀況之下 結果沒想到你透過這種 緬甸這個地方搞個內戰 打開破口 而且隨時可以監控 我的核潛艦的營運計畫 比如說我要試射 對不對 我要新造 我所有的項目 都會在你的監控範圍之內 那表面上它講說是什麼 一帶一路 表面上跟你講說這是商業行為 表面上跟你講說我要打擊詐騙 實際上這個都是中國在緬甸 這一帶跟印度之間 對於海洋爭霸權的一個較勁 所以這是跟中國它的近年發展 跟美國之間 較勁的野心是有高度關聯性的 來 靖遠你怎麼看 我們剛剛提到了 關鍵點在哪 中國政府玩兩面手法 為什麼這些叛軍可以打贏軍政府 有人扶持 打進去之後 我又再把你的軍港吃下來了 好 現在緬甸軍政府又要來求援了 吃軍港之外 現在中國要把緬甸吃得死死的嗎 沒錯 我們看到就是這篇報導 這個是已經威脅到核潛艦的基地 這個就是剛才宇軒講的 很簡單啦 等於是說在緬北的地方 他們有三支這個明帝武 組成名為所謂三兄弟聯盟 聲稱剛剛我們講的 要打詐騙 結果實際上也打了軍政府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趁這個時候 把這個繳漂港 他爬50年的租期延長到99年 那當然表面上名字 因為他現在是商港 看起來是可以開通他們中國西南地區 一帶一路的路徑 甚至延伸到華中地區 他變成是最好的出海口 但是印度的自治報他就已經點出了 他說未來 這個反而可能變成中國跟印度 在這邊的衝突點 為什麼會變成是衝突點 因為包含在印度沿岸的這些國家建設 它一系列的港口 這些港口目前看起來是民用 可是未來要是改建成為軍事基地的話 包含這個繳漂港 我們提到現在這邊 以及司令安卡 以及巴基斯坦這些 全部都有可能是要包圍印度用的 小妞 現在中國大陸真的是外強 中弱嗎 中甘了嗎 你可以看到李強 跟大家講說中國經濟很穩健 外私趕快來 沒想到你看到2023外私跑了多少 所以他才要這樣喊 而且現在胡錫進直接講白了 不要再管賴清德或者是怎麼樣 你國內經濟沒有搞好 你習近平的政權的維護 岌岌可危了嗎 其實從今年這個所謂的房地產巨頭 所謂的避潰源他就市井 今年中國在所謂的房市他會持續低迷 挑戰有增無減這叫什麼呢 這叫做因為他們今天有講到 他們集團的工作重點叫做 保交樓 保經營和保信用 代表什麼不要再蓋爛尾樓 就是說房市還是在持續的 在所謂的低點徘徊 那他們的這個負責人楊桂岩表示 碧桂岩今年最優先的工作 就是要確保這些所謂 所有的地產項目能夠完工 而且交付買家這是他們必須要 牢牢守住的底線 而且今年必須要交屋到 大概48萬套是天量的交付任務 對 代表說什麼 可是中國人民還會再侵人他嗎 你之前都已經搞成這個樣子 他現在要把已經賣出去的 先消化掉 先消化掉 對 現在看起來就是 一大堆爛尾樓 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看起來中國的這些樓盤 看起來都是荒廢在那個地方嘛 過去也有很多這影片就提到說 這些人過去他可能付了所謂的這個貸款 但是始終搬不進去 所以只能住在爛尾樓裡面嘛 那現在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 那到今年為止 這個所謂的這個碧桂園 他們也講到說 公司上下的資金資源 每個員工的心態 都是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因為去年交付60萬套的房屋 今年目標已經減少了20% 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 還是非常重大的一個考驗 來靖遠 你今年要結婚了嗎 你看看中國大陸這樣三五 你覺得是台灣人是不是比較幸福一點 我覺得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結婚對不對 然後這個平均這個 你看辦一場婚禮要花多少錢 要是可以這樣子三五婚禮的話 大家應該覺得很開心 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對啊 明著我剛剛講說這個很羨慕 其實是悲哀啊 拜託你去跟你這個太太講 現在這個我們沒有錢了 我們來仿效 重磅消息 我們懷孕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懷孕一把刷